台北市長的參選人陳時中 日前到內湖勘災的時候 被人發現他的旁邊 站的是內湖警分局長王秉瑞 但除此之外呢 有網友在網路上面更爆料 說王秉瑞呢 曾經在內湖的一家高檔麵館 喜香逢用餐 在期間 有蔡英文的左右手洪耀福 內政部長徐國勇 還有前國策顧問黃成國 那麼網友就把徐國勇 跟黃秉瑞的照片一起曝光 說這四個人呢 是相談盛歡把酒言歡 稱兄道弟 他想問內湖警分局到底有多嫌 可以跟蔡英文的親信 這樣子鬼混拍馬屁 甚至還可以約到 超級難約的超高檔私處 讓他是越想越害怕 怎麼世界上有這麼多的巧合跟事情呢 而針對網友的提問 以及陳時中日前違規 但是卻沒有被罰 今天陳時中在被問到這個問題時 他作出回應 當初徐小區的時候 警方馬上公布密入 但是為什麼您的部分就沒有密入 那就有人影射說 這個是因為內湖警分局局長 跟英系的高車很好的原因 怎麼看這一次 我想警察在執行 有他們的一定的程序在 這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不用過度的誇大 我們一切都是以守法為重 任何有違法的地方 我們都會認錯 我們都會接受相關的罰單 那我們也繳了 那你怎麼看 我想你們這個不清楚 問了八次 我才會講說 我確實跟你講 我不清楚 這個事情我沒有辦法 每一件事情都清楚 車上車外有很多的事情在 那你怎麼看 說萊姨現在喊說要你交出這個行車記錄 那警察要叫我們來調查 我們都一切都遵照警方的指示來辦理 這沒有問題 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內湖警分局長王秉瑞 他居然是可以跟蔡英文總統的左右手 一塊來吃飯 那麼大家都想問了 他到底有多閒 或者是他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備份 可以跟大家綠營的大咖們 一塊來吃飯呢 他的背景到底為何 台北市議員游時會這麼說的 這個王秉瑞是什麼人 他一來內湖分局我就覺得奇怪 因為我感覺他永遠在監控我們 所以我跟他保持 等一下 什麼樣的感覺 沒有沒有 你一定感覺得出來 譬如說反正你一定感覺出來 你自己被高度注視 你一定會把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跟過去的分局長都不一樣 然後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工作過 我也覺得 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坦白說他永遠會陰徹徹的看著我 就按照我的經驗法則去查他的背景 他果然跟內湖的其他分 跟台北市的所有分局長的背景不太一樣 台北市的分局長 基本上都是在台北市歷練 然後一階一階一階的 然後在不同的分局這樣子 從這個三級的分局到二級的分局到一級的分局 慢慢歷練 王秉瑞不是 王秉瑞是空降到台北來當分局長 警政署空降下來的 一開始在雲三 然後沒有多久快速飛升到內湖 為什麼說內湖 因為內湖是大局 內湖相對於雲三一吧 是大局 所以這個經歷就很不尋常 那我看了這經歷以後就 據而言之比較保險一點 我不能指控說他就是這個綠營派來的或是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背景是不尋常的 第二個是我覺得他對待我們的態度是不尋常的 畢竟我們跟地方的這個分局長 常常在地方的餐會都會遇到 所以我感覺他怪怪 我一直感覺他怪怪的 好 那我們看看高度到底在不在呢 這個是在陳時中日前跑到內湖的康樂隧道去看災 過程當中呢 他的坐車不斷的在違規 黑北市議員徐曉昕 向內湖警分局長王秉瑞要求 當時的警車行車記錄器可以曝光吧 不過王秉瑞這麼回應的 他說警車的行車記錄器畫面沒有特別的儲存 已經被覆蓋洗掉了 但是依照規定這個畫面應該是要保存一個月才對呀 怎麼會說洗就洗掉呢 所以徐曉昕就質疑了 難道碰到陳時中畫面就會自動不見嗎 另外黑北市議員李明賢拿出照片質疑 說當時陳時中在看災 王秉瑞他就僅僅站在陳時中的旁邊 但是當下的遠景的密錄器沒開 怎麼可能這件事他打死也都不願相信 而現在王秉瑞變成了關鍵人物 對此台北市議員尤時會就道出了一段往事 在五月份的時候周玉蔻曾經爆料說 許曉昕把某個警務人員叫到研究室去罵 而這名警務人員就是王秉瑞 不過他要說的真相是 並不是許曉昕叫他來罵 而是王秉瑞自己跑去找許曉昕的 之前周玉蔻就指稱說這個許曉昕把一個警務人員 遠景同仁叫到研究室去罵 然後他就說如果你要的我把你這件事揭穿 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 我就去問許曉昕說你把誰叫去辦公室嗎 他說我沒有撬人來過 是你們內湖分局分局長有一天自己說 要來我研究室跟我報告一個什麼事情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我只不過提一個瑞光路的建議 因為許曉昕常常到內湖來那個 可能交通建議或什麼 他就自己分局長就自己 要跑來跟我研究室那個 然後我一聽到又是這個人 然後我就大概瞄懂了 那請問一下 分局長自己到議員的研究室去做報告 為什麼周玉蔻會知道 要嘛許曉昕跟他講 要嘛分局長跟他講他 而且還操作成許曉昕把人叫來 對 許曉昕就說 還好我因為之前被圍庭嚇到的時候 我全程錄音也不敢亂講話 那麼現在呢 不只是王秉瑞曾經陪同在 陳時中旁邊去看災 那麼之前更有網友爆料 說王秉瑞呢 曾經在內湖的一家非常高檔的餐廳 喜相逢去用餐 席間出現了蔡英文的左右手 包含了像是洪耀福 徐國勇 還有前國策顧問黃成國 那麼對此呢 王秉瑞還有做出聲明 他說呢 從來沒有跟黃成國先生 在喜相逢用餐 那天只是警戒的朋友邀約 跟內政部長徐國勇去致敬 不過當時呢 他並沒有用餐 那麼徐國勇呢 才體恤邀請他入座 而在用餐期間呢 並沒有跟黃成國有過聯繫 或見到面 而至於在陪同勘災的部分呢 則是內湖分局 發聲明來替局長來做一個澄清 內湖分局表示 當時呢 王秉瑞是前往當地調度警力 實施交通管制疏導 但是因為有很多位的參選人 來這邊勘災 同時實施了安全維護 後來是因為雨勢太大了 身體被淋濕 所以分局長呢 先回去 換分 先回去 結果呢 是由分局 副分局長接手來督導 所以並沒有毒後 任何的一個候選人的侵蝕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